打開車門卻目睹軍用運輸機飛過自己頭頂 這樣的經驗恐怕不是人人有過 這起意外發生在25號土耳其中部的凱塞利省 這架軍機因為出現技術問題不得不進行迫降 只是飛機卻以極低空飛行的方式 飛過市區和體育場 甚至差點撞到馬路上的貨車還有路燈 讓人看了不禁捏一把冷汗 土耳其國防部表示這架C160運輸機 當天是從凱塞利的空軍司令部基地起飛 中途遇到技術故障才緊急迫降 飛機受到輕微損害 所幸飛行員和機組人員都沒有受傷 同樣是飛機意外 美國打美航空這一艦恐怕會讓所有乘客笑不出來 意外發生在當地20號上午 打美航空的波音757客機 在準備從亞特蘭大機場起飛 沒想到前輪突然脫落還滾下斜坡 事後從機內往外看 還能看到飛機直接破了一個洞 這起意外雖然無人傷亡 但美航空總署已經展開調查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